来 少儿老师说说您的想法 刚才我其实从孩子的嘴里听到了 更多的是愤怒 这个愤怒的背后 我相信是他内心 一些追求的东西坍塌掉了 我们说家庭当中 父亲的角色是孩子的榜样 尤其家里是男孩 其实男孩一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追寻的就是父亲的角色 爸爸在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现在没办法去猜测 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从今天场上 听到这位女士的描述和您父亲 还有三叔的描述 我相信在家里经常是以指责的态度 来对待孩子的父亲 想必这些话儿子听的也太多太多了 所以这个这一刻 我特别理解孩子内心的愤怒 从哪里来 他一直其实 我们说孩子在这个 就像安妮老师说 孩子现在是青春期 正好是他在建立他的人生观价值观 和他在寻找自己人生尊严的时刻 这个时候其实父亲的 现在对父亲的评价 其实就是对孩子一种尊严的萌羞 我相信孩子的愤怒 此刻就来自于他尊严的坍塌 所以孩子可能不明白旧理 他不太理解成人的世界 就像妈妈讲的 他不太能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能从他自己的这个世界当中 和他看到的听到的 他就简单地做了一些评判在其中 妈妈说要等到儿子长大成人就明白了 我不知道这位女士 您知道什么时候就是成人了 成人不是一天他就成长起来了 他是一天一天的 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才慢慢长大的 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我相信这件事情对您儿子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 一面是自己的丈夫 不知道他现在经历什么 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世界面前 相信他现在也比较 现在也是无比的困难的状态啊 另外一方面就是您的儿子 现在儿子在您的面前表述出对自己丈夫 和对他的父亲的指责 我相信两边都是您的骨肉之亲 恐怕对您内心的这种刺痛和冲突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在想孩子我很理解他 但是希望妈妈在这一刻多关心他